大家好,我们现在接续基础维生物的第二部分 那我们内容就是延续刚刚介绍过的维生物学一个发展 那我们接下来会从病原论来开始为大家做介绍 在第二小节这边我们提到了病原论 那这个疾病的产生在很早以前 大家对这个维生物没有什么了解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神鬼之说在解释这样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就是被煞到了 那这个是用宗教的一个方式去解释这一些的行为 所以可能就要去请师父要祭改一些的仪式等等的 但是其实有很多的状态是因为在外面感染的这一些的维生物所引起的 所以随着整个科技的进步 我们对这些维生物越来越了解了以后 我们才了解到原来这一些会产生身体不舒服的一些的状态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维生物所造成的 那在这个疾病原论里面 我们跟大家要来介绍有三位代表性的人物 第一位当然就是刚刚我们讲的维生物之父巴斯德 再来介绍科货 还有第三个里斯特 他们对于这个病原论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贡献 那我们先介绍巴斯德 那巴斯德他其实提出的一个观念很简单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疾病预防这样的一个观念 那首先我们来看他提出的观点有传染病是可以隔离的 再来呢我们可以来接种疫苗 还有呢他开发出了所谓的低温灭菌法 那就第一点来讲这个所谓传染病的这个隔离啊 因为呢巴斯德他已经有名声了 所以呢在当时的环境呢 主要还是有很多的那个农业的发展 所以呢当时的这些人民呢 他们也会有养蚕取丝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问题是蚕他也会生病 所以呢在这个传染病的这个状态之下呢 有可能一个农家他所养的这些蚕呢 可能是一戏之间全部可能都生病 那损失呢会很惨重 所以呢巴斯德呢 他去做了这样的一个研究之后发现当你把一个篓子里面的蚕 尤其是生病的蚕 你把它给移除掉了之后 那其他这一些还没有生病的蚕呢 基本上来讲大概就不会因为这样子在生病了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讲巴斯德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传染病他是可以被隔离的 好 那大家可以去联想到说 我们现在其实呢对于很多疾病的方式 大概也是采取同样的方式 比如说呢 我们现在的这个疫情 大家都很担心会得到这个COVID-19 那我们呢自己在家里做检测之后 如果在早期啦 检测出来如果是阳性 那你就必须要去做隔离 那为什么要去做隔离 这个概念呢 其实就是来自巴斯德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同样的概念 那只是呢 我们现在是人来作为一个很主要的一个主体 所以当然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对有些人来讲他会觉得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这是不得不的一个方式 那第二点呢 我们提到了这个接种疫苗的概念 那巴斯德呢 他把这个检测的碳驱感菌跟狂犬病呢 把他接种在这个动物或人体上面 他发现呢 利用这样子检测的这一些的 施打这一些的病菌之后呢 在某一个程度上来讲 他可以去预防这个碳驱病 还有呢 狂犬病 所以他算是很早期 利用这种接种疫苗的方式去 减低这种疾病的一个先驱者 那第三点呢 讲到这个低温灭菌法 因为呢 在当时的这个农业的社会里面呢 他们其实最主要的产品 大概就是酒或者是乳制品 可是呢 在这一些的产品里面呢 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所谓 致病菌的存在 那巴斯德呢 他所研究出来的方法 当然我们讲说 你要去做这一些消除病菌的方式 最简单的话呢 就是去把它加热 尤其是加热到沸腾 假设是这样 可是大家要思考一下 他所处理的这一些产品 包括酒 包括乳制品 其实是没有办法承受那么高的温度 因为它会产生变质 所以呢 在巴斯德他的这一个研究之下呢 他发现 差不多在60度C 加热时间长达30分钟之后呢 可以去降低 许多致病菌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在讲 这个巴斯德 他在这个病原论上面呢 他提出了他的一些的想法跟贡献 所以这个我们就很快的来跟大家 那个思考一下 这个为什么巴斯德提出的低温灭菌法很重要 因为呢很简单就是酒类跟乳制品基本上来讲没有办法用煮沸的方式来灭菌 所以为了要能够保持他的这个风味所以呢利用这个低温灭菌法来达到这种 消除致病菌的这个过程当然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那第二个呢代表的病原论的代表的人物呢是我们在讲的科获 那科获呢他就提出了所谓的科获式准则 那这个准则呢希望大家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能够确实的按照这样的一个步骤去把它给寄送起来 那我们来介绍这个科获式准则 他说啊第一第一点 致病菌呢他可以从患者身上取得但是在健康的生物体上面呢就不会有 第二点致病菌呢可以在生物体外来做培养 第三点培养出的这些致病菌呢打到了其他健康的生物体里面可以让这个生物呢生病 而且呢他的病征跟原来的病征是一样的 第四点在从这一个生病的生物体上面呢还可以再分离出这些的致病菌 而且呢这些致病菌呢应该跟之前培养的致病菌是一样的 那这四点呢希望大家能够按照这个顺序逻辑去把它给寄送起来 那当然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没有应用到所谓科获式准则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答案是在医院里面 尤其是呢当我们今天去看医生那你跟医生叙述了很多自己的这种身体的状况之后 那医生呢他如果没有办法直接的去判断出你到底被什么样的微生物感染 那医生呢大概都会请我们呢要去做这个抽血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抽完血呢他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够在实验室里面去培养出这些的微生物 他才能够去断定你是被哪一种的微生物来感染 那所以呢在我们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基本上来讲他其实就是遵照我们在讲的所谓科获式准则这样的一个逻辑去执行的 那这个呢跟我们的生活上面是非常相关的一个观念 那当然了科获呢另外他有一个贡献呢就是去发明了这个所谓的固体培养机 那这个固体的培养机他发明出来之后呢就让我们这些所谓微生物学家呢就可以利用这个固体的培养机呢可以去培养出所谓的存种培养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提到所谓科获它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那这个图形呢基本上来讲呢大概就是我们刚刚在讲的这个科获准则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呢我们在很简单的跟大家再重新复习一遍 我们可以从这个生病的生物体身上呢我们可以去取得这些所谓的病原菌 然后呢这些的病原菌呢我们可以在这个体外来在实验室里面可以去进行培养 那你再把这些培养好的这些的致病菌呢我们再把它接种到另外一个健康的生物体里面可以让这个生物体呢得一样的病 那再从这个生病的生物体身上呢我们又可以再次的分离出这些的病原菌 那重点你的这个病原菌跟原来的病原菌是一样的 所以这大概就是我们在讲的整个科获准则 它的一些的步骤 那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也能够把它给背诵下来 那我们病原菌的第三个代表人物呢是在我们讲的医疗消毒上面的发展 他就是里斯特 那里斯特呢他把这个5%的石碳酸呢 噴洒在我们在讲利用这些外科手术的器材上面呢去把它做一些的处理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动作呢他无形当中呢就提高了我们在讲的手术的成功率 因为呢早期他们这些的外科医师 他们都有能力可以去帮我们做一些的外科的手术 可是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去预防这个所谓的感染的一个状态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些消毒器具呢 他们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方式去做这些器械的消毒 那所以一直到了里斯特呢他用了这个石碳酸来做这种消毒的一个药剂之后呢 那就可以把整个的手术的成功率呢能够相对的提高 因此呢里斯特就被尊称为外科之父 那第三小节这边呢我们接着下来呢就只是跟大家来分享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怎么去发现有这些病毒的存在 那其实呢在巴斯德的那个年代啊他们也发现有一些的疾病呢像骨髓炎产入热等等 基本上来讲呢也是由这些很细小的那个病源呢所引起的 只是当时呢还没有去把这个东西命名啦 但是大家就知道有比细菌啊这些更细小的东西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疾病 到了1892年呢伊凡诺斯基他发现了在植物的那个烟草上面呢会有这种所谓的烟草相牵病毒的一个存在 那更重要的是呢这一种的病毒呢简单讲你把这一些生病的叶子你把它磨碎了之后 然后呢通过很小的一个氯气然后把这些通过的脂液呢你再把它涂抹在健康的烟药上面的话 过没多久呢这个健康的烟药也会开始生病 所以呢这个伊凡诺斯基就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他知道这个产生这种所谓那个病症的这一些的病源呢 基本上他是可以通过极小的氯气 到了1899年拜杰林克呢他就把这一种可以通过很极小氯气的这一些的病源性的东西呢就称为叫做氯过性病毒 1898年的时候呢呂夫勒他也发现了我们在讲动物上面有一些像牛的口蹄液的病毒 1900年美军呢也确认了这个人的黄热病的病毒 然后1931年呂又发现了麻疹水痘等等这一些的病毒 那这个都是我们在讲早期的时候可是因为呢这个病毒非常的细小 所以呢都一直到了我们讲到发发明了这种电子显微镜之后呢 才有办法把这一些病毒的踪迹呢能够利用这个电子显微镜呢可以去观测得到他们的确是存在的 那第四小节呢我们接着来跟大家介绍免疫学 在1884年的时候呢这个马契尼考弗啊他提出了这个细胞免疫的学说 他发现了在我们的人体里面尤其最重要就是我们讲的白血球 那这个白血球呢他其实是我们在讲他是有吞噬作用的 所以我们也称他呢称为叫吞噬细胞 那简单来讲呢这个如果有外来的这些微生物入侵我们的人体之后呢 我们人体的白血球一旦侦测到这些外来入侵的微生物 他就可以去进行这种所谓的吞噬的作用 那简单来讲呢就是第一道的防线先把这些外来的入侵微生物呢 把他给去除掉 那这个呢也可以算是我们在讲的第一层的免疫的作用 那接下来当然要介绍就是疫苗的一个发展 那这个疫苗的发展呢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呢是我们在讲的珍娜医师 那珍娜医师呢他们这一个年代呢当时呢就流行这个天花 那但是呢珍娜医师他在这个研究调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发现了 当时在这一些工作的这一些那个工人尤其是我们在讲的这个叫挤牛奶的女工啊 他们呢在这个频繁挤牛奶的跟牛接触的这个过程啊 他们的皮肤呢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个因为牛身上的这个摩擦所产生的一些的小小的水泡 但是呢他对我们的人体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 但是很好玩的事情就是这一些有长这一些小痘痘的这一些挤牛奶的女工 他们竟然不会得天花 那这就给这个珍娜医师呢一些的灵感 所以呢珍娜医师呢就利用这样的一个逻辑呢 他就去呢把这个牛身上的这一些会感染的病毒呢把它给存化出来 然后呢就把它施打到我们的人体上面 那就可以让这个人体呢因为这个施打的这一些的病毒呢 让他去产生这一些所谓的免疫的反应 结果呢珍娜医师就发现这样的一个方式之下呢就不会再得天花了 所以呢我们早期在讲这样的一个治疗的过程 所以才会称为叫做重牛痘 那就是去把牛痘这个病毒呢把它用在我们的人体上面去达到这个免疫的目的 好那这就是呢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马契尼卡伍夫 他发现了这个白血球 他是有这种所谓吞噬的作用 黑色的点点呢这个就是外来的微生物 那这一大坨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讲的白血球 那他呢侦测到了这个外来的微生物的时候呢 他其实就会让这个白血球呢他就会去把这一个外来的微生物呢 生出这种我们有一个名词称为叫微竹啦 好像甲的甲就去把它给围起来 最后把它包覆在这个白血球的体内 然后呢最后由白血球他分泌了一些酵素去把这个微生物呢 可以外来的微生物可以把它分解掉 所以这整个的过程呢大概是这样 那这是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巴斯德 他曾经做过利用像狂犬病 他这样的一个疫苗的接种 所以呢他的过程呢就把狂犬病的狗的唾液打到兔子的体内 那这个兔子呢有可能因为狂犬病的这个病毒的原因呢就死亡 然后呢他就把这一个死掉的这一些兔子上面呢 他的脑水跟脊髓抽出物呢来减弱他的这个毒性 然后呢再把这一个处理过的这一些东西呢 再打到我们讲狂犬病的病人的体内 那简单来讲就是利用这种让他自动产生免疫的一个方式呢 去让这个治疗这些病人 那病人呢在这样的治疗之下 当然有一些人他们就可以很成功的就痊愈了 所以呢这是早期这个巴斯德呢 他的一个在我们讲疫苗的这个接种上面呢 所提出的一个贡献 那我们的第五节呢接着来跟大家介绍所谓的化学治疗 那这个化学治疗的这一个部分呢 跟我们现在在医院所说的这个化疗呢 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那简单来讲在医院的化疗呢 他是用所谓放射性的物质去进行杀死癌细胞这样的一个过程 可是我们现在这边在提的化学治疗 是纯粹的利用化学药剂来杀死微生物 达到治疗的效果 所以这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些代表人物 第一位叫席登韩姆 他在我们讲的金基纳素的树皮上面呢 可以去萃取出这个奎宁这样的一个化学物质 那这个奎宁的化学物质呢 对于治疗疟疾来讲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药剂 那第二个呢我们介绍的是艾尔利 他在1910年的时候呢合成了这个盐酸二氨基身分 来治疗所谓的梅毒 那第三大类呢我们来介绍的是抗生素 那这个抗生素呢 有一看你是哪一种抗生素 每一个发现者的名字都不一样 那同学稍微记一下 第一个介绍的抗生素我们称为叫青霉素 那青霉素呢 他是由我们在讲的符列名 来发现的 那当然有一些的异音翻译成佛来名 那那个同学不要太在意 因为主要的英文名字在这里 那只是异音 那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那第二个呢是我们在讲的多马克 他去合成了这个所谓的普托斯 那他是我们在讲的黄氨素的一个前身 那第三个抗生素呢是我们在讲的叫烈霉素 他是由瓦克斯曼先生他所发现的 那这个瓦克斯曼先生呢也因为他这个发现的这个所谓的炼霉素 等等的相关研究 他也得了诺贝尔奖 那这一个呢是大家都可以去搜寻得到的 这个潘尼西林的一个发现 那这就是我们在讲的弗来名 那其实他的发现很机缘巧合 我们看看他简易的故事 在1928年9月的某一天 弗来名离开了实验室 忘了清理细菌培养米 数天之后他回到实验室 发现其中一个培养米呢上面长满了黴菌 但是黴的周围呢并没有细菌 所以呢这个弗来名呢 就假设这一种的氢黴菌 就是我们在讲的叫Penicillinotatin 所以这一种的黴菌呢可能带有杀死细菌的物质 那他就将这样的一个物质呢命名为叫Penicillin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讲这个 弗来名他发现这个青霉素 在这种很机缘之下 但是呢就触动了他的一个灵感 然后最后呢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抗生素 那在当时呢这个抗生素呢 他其实使用的非常的广泛 那这个呢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第六节呢我们接着来跟大家介绍这个所谓的生理跟遗传 那第一个呢我们先讲这个微生物的生理 那微生物的生理呢最早当然就是巴斯德 他在这个农业的发展上面贡献很多 那简单来讲呢 他们受他们在做这个葡萄酒的时候啊 在酿制葡萄酒的过程当中所用到的这一些所谓的菌种 还有呢他们的产物还有呢你在这个发酵的过程的这一些相关的条件等等呢 那巴斯德呢发现其实这些呢都会去影响到这个葡萄酒他的一个风味 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这一些酒庄 他们在进行这一些酿酒的过程当中呢 对于这个菌种的使用 对于这个菌种的使用 还有呢甚至你的这一些葡萄的来源 葡萄的地点 那你收割葡萄的时间等等 那这些呢他们都变成是一个很标准的作业的一个程序 那在这样的先条件的控制之下呢 他们才有办法去确认他们生产出来的这一些的酒呢 他的风味是不会改变的 那要去达到这样的概念 基本上来讲你就必须要对这一些相关的微生物的生理呢 要有一定的了解跟认识 你才有办法去达到这样的一个控制 好那我们接着下来呢 来跟大家介绍这个微生物 他的一个遗传的一个概念 那在1944年的时候呢 艾威利、马克里奥还有麦卡迪这三位科学家呢 他们利用了肺炎球菌呢 去做了相关的实验 证实了在这个微生物的遗传呢 最主要的东西呢 是我们在讲的所谓去氧、核糖、核酸 就是我们俗称的DNA 是他最主要的遗传物质 那那个实验的这个过程 我们稍后介绍 到1958年的时候呢 李德宝他观察了这个所谓的基因的生化反应 这边呢简短的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做基因 基因呢 其实他就是我们在讲的一段的遗传物质的一个序列 但是这一种的序列的存在呢 他会有一定的功能 那这一种特定功能的东西呢 这个序列呢 我们就称他呢叫做基因 那这每一个基因呢 生物体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的基因 他们都会去做相关的一些特殊的调控的一个机制 所以呢 这个李德宝他发现了这个基因呢 他是可以去控制我们的一些生化的反应 到1959年的时候呢 孔伯格跟欧斯拉 他们呢用化学的方法呢 可以去分离出DNA跟RNA 这两种不同的东西 那DNA我们刚介绍过叫去氧核糖核酸 RNA的话呢就叫核糖核酸 所以他们这两个在我们的遗传的讯息的传递上面来讲 都是很重要的物质 那我们呢刚刚有讲到这个艾威利啦 马克劳德啦 还有呢麦卡迪他们这些人 他们所做的这个实验 他到底是怎么样 那简单来讲 他们用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叫肺炎球菌 那在这个地方呢 很简单的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肺炎球菌的特性 它是一个球形的细菌 那在外面灰色的这一个呢 他所代表的就是这个肺炎球菌呢 他会去产生这个外面的这一层 我们称为叫夹膜这样的一个成分 那很简单的概念就是 如果肺炎球菌他有这一层夹膜存在的时候 他就可以让人家得肺炎 换句话说没有这一层夹膜的时候 这个肺炎球菌就不会让人得肺炎 那他们这三位科学家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呢 他们就想办法把这个肺炎球菌外面的这一层夹膜呢 利用人为的方式呢去把它给去除掉 那去除掉了以后就剩下这个单纯的这个肺炎球菌的本体 然后呢他就去为了要去知道到底哪一些是真正在控制为生物遗传的这些物质 当时他们已经知道了有所谓的去养核糖核酸就是DNA 另外一个就是RNA叫核糖核酸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里面一定都会有的蛋白质 那到底这三种的物质里面呢 哪一个是真正在控制这些微生物的遗传的 然后呢接着下来他们做了三样不同的处置 什么处置呢?这一些经过处理过的肺炎球菌呢 我们呢把它加进去所谓的DNA水解酶 那这个DNA水解酶呢 大家要注意这种所谓什么东西的水解酶 他就只会去分解那一个物质 比如说DNA水解酶 他就只会分解DNA 他不会去分解RNA 也不会分解蛋白质 同样的这里用了RNA水解酶来做处理 所以他对DNA还有蛋白质无下 再来最后我们讲到蛋白水解酶 他只会去分解蛋白质 所以他不会分解DNA也不会分解RNA 所以呢他把这个肺炎球菌的本体拿来做了这样三个处理之后 他呢再把这一些感染的这一些的菌株呢 就把它放到我们讲的接种到这一些的受测的生物身上 结果发现呢 利用DNA水解酶处理过的这样的一个肺炎球菌呢 他到最后在这个受测的生物体里面呢 他并没有产生肺炎 但是呢你经过了RNA水解酶处理过的 他呢把他打到了这个受测的生物体里面以后 这一些受测的生物体最后可能会得肺炎死亡 然后呢去发现他里面的这一些肺炎球菌已经又形成了原来有这种甲膜的成分存在了 那一样蛋白水解酶处理过的这一些的肺炎球菌 再打到这一些那个生物体里面呢 这一些生物体最后也是因为得肺炎死掉 然后一样发现这一些的肺炎球菌又变成有甲膜的 这样的一个实验的过程呢 就让他们这三位科学家就知道了 原来我们真正的遗传物质呢 是来自我们讲的DNA水解酶 为什么?因为DNA 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DNA水解酶 把DNA给分解掉了 DNA被分解掉了之后呢 他里面的这些所有的遗传物质已经都没有办法 再让这个肺炎球菌呢 能够去执行他该有的这一些的遗传的特性 所以他的这个甲膜到最后他就不会产生出来 但是你另外用DNA水解酶处理过 或蛋白水解酶处理过的 他到最终呢都还是会再回到原来原始有甲膜的这种状态 所以代表呢他的遗传物质并没有被破坏 对不对?所以用这样的一个实验就可以去证实了 OKDNA是我们再讲为生物最重要的遗传物质 那第七节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的呢 是生物技术跟遗传工程之间的关系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搭配我们自己环境工程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其实呢他可以藉由我们对于遗传工程 或者是生物技术的理解跟应用 我们呢在环境工程里面有很多难以去除的这些污染的状态呢 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去进行 那我们来做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现在呢我们有一个土地呢 他的土壤发生了DDT的污染 那在实验室里面呢我们有这些的相关菌种 A菌呢它是可以分解DDT 但是呢它生活在水里面 B菌的话呢它不能分解DDT 可是它生活在土壤里面 那现在的你呢身为一个环境工程师 你如何去处理这样的一个污染的问题 那给各位同学呢一点点的时间稍微思考一下 好来那我们简单做个解答 基本上来讲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生物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把A菌可以分解DDT的这个基因找到 然后把它分离出来 然后分离出来之后呢再把它转值到我们在讲的B菌 那这个时候呢转值成功的这个菌呢 跟原来的A菌跟B菌它的遗传的物质还有序列呢都不一样了 那简单来讲我们就称它为C菌 那这个C菌呢因为它是有经过这种所谓基因转值过的 所以我们称为叫基因工程菌 那如果你有办法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利用这个C菌 你就可以把它用在我们讲DDT污染土壤上面去达到去除DDT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像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构想跟概念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在提的对环境对我们讲的遗传工程 还有生物技术跟我们的环境工程 它其实在某些的议题上面呢 它是可以来作为相辅相成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呢让大家来小事伸手一下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大家认为呢有哪一些是可以应用微生物的一些的实力 好,来我们简单做个解答 当然答案不止这些 那像优酪乳、优格、疫苗、酿酒、酿酱油、抗生素、发酵的这些产品等等 其实呢都是我们利用的这些微生物来应用的一个实际的例子 那那个同学可以从生活当中呢自己去发现 那我们接着下来呢这个第三节呢要来介绍这个微生物学它的一个应用 那当然在做这些的应用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的议题 可能我们大家要先知道一下 那对这些微生物的特性的研究 还有呢微生物生命现象的一个讨论 微生物的变异跟它的演化 微生物对动植物的一个影响 还有呢最重要微生物和自然环境互动的一些的关系 那如果我们以这个形态生理来分的话呢 基本上来讲呢包括了细菌学、真菌学、藻类学等等 就有各种分门别类的这样的一个科学存在 如果呢我们用这个应用的范围来分的话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分为有基础发展的跟我们讲实际 应用的部分 所以呢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微生物它的实际应用跟它研究的内容 事实上包括了以下这些 第一个是我们介绍的医学微生物 第二个环境微生物 第三个工业微生物 第四个农业微生物 第五类呢包括了兽医、食品、公共卫生的微生物等等 那我们呢逐一来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三点工业微生物 那这呢如同老师之前有介绍过的 很多的食品工业啦或者是我们在讲的一般的 比如说那个在做一些的那个药厂的发展等等这一些的 他们呢都是属于这一些类似工业的 应用微生物来进行这些工业的这一些的做法 那这个呢都可以属于这一类的 那我们讲到这个农业微生物呢 很多很多的这一些的相关的农业的发展 事实上呢包括了我们在讲的病虫害 包括了这些所谓的昆虫的防治等等 事实上呢它也是借助到我们讲利用微生物的一些的 特性呢去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兽医啦食品啦公共卫生这一些的微生物呢 大概就是由它的名称 我们大概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 它的面向是属于处理哪一些的 那比较重要的是呢我们要介绍的第二项 这个环境微生物学 因为这个环境微生物学呢 首先呢我们在探讨的是在卫生工程上面的微生物 那比如说呢像我们在讲的这个家里的这一些 所谓的那个下水道啦 或者是我们在讲的那个所谓的 化粪汁呢等等的 那事实上呢这些有机废弃物的处理呢 基本上来讲也是借助这一些微生物呢 帮我们来把它做一些分解的动作 那所以呢这是属于卫生工程上面 那第二类呢我们讲到了污染物它的生物净化作用 那简单来讲呢在污染物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呢 造成这些的污染的状况 那很多的污染物呢事实上也可以利用 我们在讲的这些微生物呢来帮帮忙把这些的污染物 把它给分解去除掉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就是一个净化的过程 所以呢这个我们称为叫生物的净化作用 那第三点呢我们讲到了生物累积作用 跟生物放大作用 那生物累积作用呢 简单一点来说明的话 就是说呢这个生物体呢 它那个吃进去这一些所谓的毒性的物质 它会呢因为它的累积的速度呢 远远大于它排除的速度 所以呢这一些的毒性物质呢 就会累积在生物体里面 那这样的现象呢 就是我们简单说明的叫生物累积作用 换句话说呢 你吃的越多自然就累积的越多 那这个生物放大作用的话呢 它就比较牵涉到我们在讲所谓食物链的关系 那这个食物链的关系呢 比如说你从生产者到一级消费者到二级消费者到最高消费者 随着你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层级越高啊 它这些消费者的体内所蕴含的这些毒性物质的量呢 往往会是我们讲的生产者或低阶消费者 体内蕴藏的毒性物质的量呢多了很多倍 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我们称它叫做生物放大作用 所以呢这个两个之间呢是有一点点的差异的 那第四点我们讲到了生态及元素的循环 包括呢我们在讲的碳 氮 磷 硫 铁 等等这些最主要的元素呢 事实上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它也是进行一定的规则去循环 所以呢换句话说这些的物质事实上它并不会随便的就消失掉 它会转换成不同的形式存在着 好那这张图呢要来跟大家介绍的呢 上面的A图呢 这个是我们在讲的一个瀑气槽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瀑气槽呢顾名思义就是它会有一些的气体在这个槽体里面 那主要的目的呢是藉由在耗氧的状态之下 让这一些那个槽体里面的这些微生物呢 能够去分解这个水里面的这些有机的物质 那达到我们要排放水的一个标准 那下面这个B图呢 它是我们在讲的厌氧的这个消化槽 那这个厌氧的消化槽呢 我们后续会介绍到这些处理的程序 通常在厌氧的状态之下呢 有机物被分解了以后呢 它有可能会产生甲烷 那类似像这样的消化槽体呢 它可以利用工程设计上的一个方式呢 将这一些产生的甲烷再把它给收集起来 那当成呢是一个能源的一个使用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在讲在厌氧的状态之下 可以去分解这些 废水里面这些有机物质的方法 好 那我们呢 这个第三小节这边呢 来介绍这个维生物在我们环境工程上面的一个应用 那首先呢 跟大家先聊一下这个环境工程它的一个定义 我相信有很多的同学在读环境工程系 这个科系的时候一定被亲朋好友问过这个问题 环境工程到底是在学什么 那很多人呢 没有仔细去思考过这个问题 那就变成简单的回答 那就多分手了 那我觉得这样的当然是有一点开玩笑的在讲 但是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自己去思考一下 我们在环境工程它的真正的定义是什么 好 那环境工程呢 基本上它是以一个健全的工程思考 还有实际的工程方法 来解决环境恶化的问题 要呢 供应安全可口 还有充裕的公共集水 适当处理 还有再利用废水及废气物 适宜的排水 以维护适当的环境卫生 然后呢 进行水、土壤及大气的污染管制 所以呢 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呢 几乎涵盖了所有 每天的生活里面大概都在我们的环境工程的 这个涵盖的范围之内 所以同学呢 自己去找一个有兴趣的部分 好好的去努力 那环境工程师呢 应用微生物可以用到哪里 那我们这边呢 大概先介绍第一项 可以分解环境污染的物质 所以呢 环境污染的物质呢 我们再把它分项出来 有废污水的生物处理 那废污水的生物处理呢 在我们一般的认知 所谓的一级处理 通常都是属于比较物理性的 那二级处理呢 就包括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活性污泥反应槽 那这一个呢 这就是属于生物处理 那三级的处理呢 通常就会比较偏向化学的处理 那当然呢 随着研究在做进步 我们另外还有所谓的磷 蓄积菌 还有呢 所谓的无氧氨的氧化反应等等 这一些的方式呢 可以进一步的来帮助我们处理 非污水里面的氮跟磷的问题 那第二个部分呢 介绍到的是固体废弃物的处理 通常呢 针对这个固体的废弃物呢 我们会有所谓的卫生掩埋法 还有呢堆肥 那这两种呢 是我们在目前来讲最有效率 能够去处理这一些所谓的有机废弃物的方法 那第三个部分呢 我们介绍到的是毒性化学物质的分解 正如之前我们提过的很多的化学的物质呢 在环境里面事实上是可以利用微生物来把它给分解掉的 那第二点这边呢 我们讲到了水体的自净作用 其实呢这边先说明一下 不见得只在水体 在环境里面包括空气包括土壤等等 也有它的一定的自净作用 那所以呢这边呢我们先以水体来当例子 那在介绍这个部分之前呢先讲一个简单的名词解释 这里呢我们会提到呢寒容能力 那什么叫寒容能力呢 它是在不影响正常的用途之下 那水体呢它能够承受有机污染物的能力 这简单白话的来讲呢意思就是说 我们整个水体的环境 你有少量的污染的话 这个水呢它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它还可以自己呢把它给分解掉 但是呢这个就是要看它的极限到哪里 当你超过了它的极限之后 它就没有办法去自然的把它给净化掉 所以呢这个是要大家知道的 所以呢我们延续之前讲到的寒容能力 那我们现在提到这个自净作用 那自净作用呢它就是在这个寒容能力内 水体将有机物分解的能力 那前面这一句话很重要 因为你如果已经超过了它的寒容能力 基本上那个水体呢简单来讲就是已经严重污染 它已经没有办法自己回复了 那它就当然就不会有什么自净的作用了 那第三个部分呢我们提到了环境污染跟废污水里面的生物指标 这个生物指标呢有四项 有病原菌 有大肠菌类 有藻类 还有呢原生动物 病原菌的话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呢我们有很多的水媒的疾病 就是利用这个水来当做传染的媒介 所以水质的好不好 事实上也可能会是病原菌多跟少这样的一个展现 再来呢我们讲到了大肠菌类 那大肠菌类呢在我们皇宫里面 事实上它是一个很重要来判断水质污染 还有水卫生的一个性质的一个指标 那简单来讲如果大肠菌类的数量超过了一定值 那代表呢这个水源呢应该是有受到 比如说温血动物的粪便的污染 那当然那个水质就比较不好 好那第三类呢我们讲到的是藻类 那藻类呢它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呢 事实上有一个隐忧呢就是藻类如果呢 它在这个水体里面 氮跟磷的那个限制呢突破了以后 意思就是有氮跟磷的污染产生了 那这个藻类呢它就可以大量的生长 那大量生长之后呢随之而来的呢 就会造成我们在讲所谓的优氧化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英文呢我们称为叫Eutrophication 那优氧化这件事情呢在我们的环境的认知里面 它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因为呢简单来讲 藻类虽然它是可以行光合作用 但是光合作用是在有阳光的时候 意思就是在白天的时候会行光合作用 可是呢当你在这个优氧化的过程 藻类长得太多 白天行了光合作用 可是到晚上呢它又又变成是呼吸作用 所以换句话说大量生长的藻类 反而把水体里面的这些荣氧呢把它给消耗掉 那这个呢对于我们水体的这个整个生态环境来讲 不见得是个好事 那第四类呢我们讲到的是原生动物 那这个呢就一个有经验的沸水操作的人员 他们呢事实上可以在我们的沸水场里面去观测这个水样 里面的原生动物的种类 那原生动物的种类呢 它就可以来判断这个水值操作上面呢 是不是合一合一的 是不是适当的 所以这个呢就变成是我们可以来当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指标 那所以呢我们讲到这些的生物指标 希望同学能够记住这四项 那第四点呢我们提到的这个生殖能源还有生物材料的一个开发 在生殖能源的部分呢 那大家当然现在各国都在尽量的想要去发展所谓的氢能源 为什么 因为氢呢它在燃烧的过程当中它只会变成水 它不会造成污染 所以呢如果谁能够把这个氢的能源很快的把它给开发出来 而且可以利用的话 那这个应该是可以赚很多钱 那如果以材料的部分来讲 像我们在讲的例如生殖柴油 生殖酒精或者是利用生物可分解的塑胶等等 这一些产品的开发 基本上来讲也可以减低很多我们环境受到污染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呢小事伸手一下什么叫做优养化 那我们呢简单的回答是这样 水体里面的氮根磷的浓度增加了 造成藻类呢大量的生长 然后影响了我们讲的水体的生态 这样的整个的过程呢我们称为叫优养化 那那个微生物呢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呢 事实上它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致病菌的污染 那像我们提出的例子呢 像引包子虫或者是梨形边毛虫等等 他们可能呢在这个水的这个处理的设施呢 事实上没有办法完全去隔绝掉这些的微生物 所以它可能就会去造成这些病菌的一个传染 那第二个呢我们讲到这个管线的腐蚀 那这边呢简单的跟大家先提一下 有所谓的硫氧化菌呢 它事实上呢在利用了这一个我们讲的管线里面的这些硫的元素呢 可以让它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所谓的硫酸 那这个硫酸呢是一个很强的酸 它可能会造成我们这个管线呢 所谓一个叫灌顶腐蚀的作用 简单来讲就是把那个管线的上端呢把它给腐蚀掉 那这个呢对于我们整个管线的传输 它自然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 那第三个呢我们介绍到所谓臭味的问题 那臭味的问题呢 大家应该有这种生活的经验 你经过某一个特定的那个水沟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闻到比较强烈的味道 那那些的味道怎么来的 那通常如果是以下水稻的概念来讲 那这些微生物呢 它可能是在耗氧或厌氧的方 条件下面呢去分解了这一些的物质 那它就会去产生一些臭味的元素出来 那就会有这些味道 那当然呢包括我们刚刚讲过的藻类 它有氧化以后也可能会产生这些 所谓的臭味的问题 那第四点呢 它有可能会造成阻塞缩短流程 那简单来讲呢 比如说我们在讲的活性污泥法 很重要的就是污泥这两个字 那污泥呢在这个污泥反应潮里面呢 它理论上它是要沉降到底部 然后我们再去把这些污泥做一些的处置 可是呢如果你的污泥它没有办法沉降下来 或者是呢因为你在这个整个操作的程序上面呢 造成你这个污泥没有沉降 它反而呢变成是我们称为叫短流的现象 它就会流到外面的这一个管线来 那它整个的处理呢势必会受到影响 所以呢我们在做这种废水操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去尽量避免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的第四节这边呢介绍到所谓的环境生物技术 那这里呢我们很简单的分了一下 所谓的传统的环境生物技术 那包括我们在讲的所谓的生态工程 或者是我们在讲的反应槽的这些的系统等等 那比如说我们在讲的那个什么活性物理反应槽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在讲的传统环境生物技术 那现代的环境生物技术呢 它就比较牵涉到跟我们现在讲的分子生物等等 比较相关的 那当然它的类别有很多了 那包括了我们讲的这些菌种菌群的鉴定 微量污染物的这些鉴定等等这些相关的 都可以把它归纳到所谓的现代环境生物技术里面 那我们呢大概列举了一些的项目 比如说像微生物监测跟它的检测 那这个呢我们可以利用所谓的生物晶片的一个方式 去进行这一些的监测跟检测 那它的原理很简单 就是说他们认为每一种的微生物呢一定有跟其他 微生物不同的一些的基因序列 然后呢这些的基因序列呢我们把它给提存出来了之后 它就可以当做是一个辨别的一个系统 所以那个生物晶片呢它的制作基本上来讲呢大概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特性去做这样的一个检测 那第二类呢我们讲到污染物的监测跟检测 那这个呢比较重要的大概就是利用所谓的生物感测器 那我们称为叫biosensor 那这个生物感测器呢制作的方式当然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但是呢老师在这边呢很简单的提供同学一个很简单的想法 假设呢我们今天把这些的污染物当成是一个要侦测的一个物质 那我们呢今天如果呢在先前我们可以先去开发针对这个污染物的一个抗体 那我们的污染物就是抗原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抗体上面呢我们如果再去把它加了一些会产生荧光的物质 那我把这个抗体呢跟这个荧光的物质呢想办法把它固定在我们讲的比如说感测器的某一些的特定的位置上 那当你在环境里面有这个污染物存在的时候 它一定会去跟我们讲的这个污染物的抗体形成见解 当它形成见解之后呢让它可以在这个见解的过程当中呢 因为有荧光的物质存在 所以呢只要我们去侦测到有这些荧光的产生之后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环境里面的确有这一个污染物的存在 所以换句话说它就是有点类似一个讯号来告诉我们说 这个污染物是不是真的在这种环境里面有存在 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那第三类呢我们提到了污染整治跟废弃物的处理 那科学家他们的概念是这样 如果我今天已经知道这一个微生物呢 它具有能够分解污染物的能力 我们呢去增加或者是修改微生物它的这些所谓功能性的基因 意思就是可以分解的这一些基因的效果 那它呢就可以让这个微生物变成是一个有极强分解污染物能力的一个微生物 那这是呢我们在讲这样一个做法 那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去开发所谓的生物制剂 那像这种生物制剂呢有可能就是类似说我们先去开发出这一些能够分解生物的 他们的比如说他们的这些使用的酵素 那我们把这些的酵素呢把它能够提存出来了之后 我们利用它呢直接把它加到我们的反应槽里面 那反应槽有这些的相对应的这些能够分解的有机物质的话 它就可以很快的把它给分解掉 那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大概就是我们在提生物制剂这样的一个方向 那再来呢我们讲到说有监控的自然衰减法 叫monitoring natural attenuation 那自然衰减法呢它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在地下水里面它有受到一些的污染 那因为地下水它的水层可能很深而且流动性很不好 那我们要去做处理呢可能要大费周章 那有一些科学家他们的观念是认为说如果我们让它这一些的物质在这个地下水的环境里面 它让它能够在很自然的状态之下呢慢慢的去减少这一些污染物的量 那这个概念呢我们称为叫自然的衰减法 但是呢自然衰减法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 而是呢我们在一个利用这一些监控的设备 在固定的一个范围跟时间之内呢我们要去了解整个污染物它的整个衰减的一个情形到底是怎么样 那也许呢真的有必要的时候还是要以人为的方式呢去介入做处理 但是如果它的本身呢能够有一个衰减的一个过程的话 我们其实呢就让自然的方式呢让它自己慢慢的减少这些污染物 那第四个呢我们来讲到这个环境纠纷跟责任的鉴定 那这个曾经发生的一个案例 就是说呢在美国他们有很多人呢很喜欢吃那个生菜沙拉 结果吃了生菜沙拉之后呢结果回去以后呢都生病了 那他们呢就去要了解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结果后来呢他们追这样的一个污染的来源 结果最后发现呢是在那个农场 他们可能好像是在另外一个墨西哥或哪里他们生产的这个生菜呢 事实上是受到了这个所谓的引包子从感染以后 那运送到美国去结果呢就造成他们有这样的一个 那个感染的一个现象 那当然实际的案例也许不是这样啦 那个可能老师也有记错 但是呢重点是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去把这个污染的来源能够把它给鉴定出来 因为呢这可能就牵涉到法律或者是赔偿的问题 所以这一些事情呢事实上它也是相当的重要 那介绍完了这一个部分呢 那这是我们本章的作业 那希望各位同学利用时间能够把这个作业呢 能够把它给写好 那准时来搅交 好 谢谢聆听 提醒大家 这个章节的小考在网路大学的测验区 请自行注意考试的截止时间尽快完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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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